黄天的话成功引起了徐扬的关注 眼前的这伙凑上前仔细看了看 又轻轻将手掌触向石壁 冰凉的感觉过后 竟是如剑锋一股凛厉的气息 打在了掌心 哦 徐扬嘴角扬起一抹微笑的弧度 顿时来了腥味 弹指之间 一道无比狂暴霸道的灵气轰出 砸在了石壁表面 强横的气息肆意爆发 让整个瀑布下洞穴 为之狂猛的摇晃起来 紧跟着 那上面斑驳的石屑凌落而下 露出一道道无比清晰的剑意名文 观云剑意 四个明晃晃的大字 横在所有篇幅的最上方 每一个字当中都蕴藏着 极为凝实而强大的道之韵 哎哟 哟 想不到还有高人在这留下的传承啊 看来咱们还有意外收获呀 黄天知道徐扬的境界 根本不比这家伙差 但看到此刻徐扬的状态 分明已经本能地 让自己融入这剑意内容当中 磅礴灰弘的剑道划痕 此刻像一道道肆意翻滚的浪花 本能地涌进徐扬的脑海中 与之数万年积累下来的底蕴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不是为两个绝顶强者之间的一场精神博弈 隐隐间 徐扬时海深处 似有一道足以翻云覆雨的巨大剑芒 在他的精神世界内搅动风云 徐扬凭借自身惊人的底蕴修为 与之撕裂抗衡 在这一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吞噬消化 这把剑光传递给自己的感悟 不成想这一物 便是让徐扬一动不动地 度过了整整七天七夜 终于在某一个瞬间 徐扬突然睁开双眸 眼中尽视凌厉的剑芒姿态 强大的气息难以遏制地 自徐扬体外爆发开来 惊得身边不知什么时候 酣睡过去的黄天 豁然惊醒 咋回事 敌人了 黄天瞪大了震惊的眼眸 看到面前早已消失的 无影无踪的剑道名文 满眼皆是不可思议地 看向徐扬 我的老天爷呀 你 你不会这么快 就将这些剑意完全吸收了吧 据我观察 这是一位顶尖强者 必胜的剑道造诣啊 普通的动天竞强者 想要完全消化 悟性高的 还要上千年 你一个练气气的家伙 居然知 黄天对徐扬的底蕴和领悟力 彻底无语啊 心道这世界 真的妈的不公平啊 同样是人 为啥他徐扬就这么强大 就如同妖孽一般 徐扬也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哼 我只当这剑意是对手 跟他切磋了一番 不成想 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也罢 反正这关云剑道 被你继承 也不是什么坏事 话说 这山洞你也看过了 可还符合你的要求 徐扬点头 嗯 很好 足够隐蔽 而且由于外面瀑布的原因 这里温度很低 适合连血的体质特征 只等三皇子那边有消息 我便会为白连血 重塑完美肉身 让他复活 徐扬的声音很平静 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能够实现的 殊不知在皇天看来 生死人肉白骨 那就是这世上最逆天 最不可思议的举动 然而在徐扬这 不过是一项能力范围内的工作罢了 考察完地形后 徐扬和皇天回到天兰宗 却发现三皇子派来的使者 已经在两天前 将徐扬要求的两件东西 送到了宗门 就是他们 看到使者面前 这两口无比精致的金玉宝箱 徐扬面露惊讶之色 回禀阁下正是 三皇子殿下特意交代 让阁下尽快验收 然后随小的 一起前往指定地点回面 殿下说 该阁下兑现属于他的那个承诺了 哦 徐扬有些惊讶 他真没想到 三皇子会这么快提出自己的请求 但还是轻笑着点了点头 他分别打开这两口金玉宝箱 其内封印着连泉圣水 无比轻烈 整整一大箱的泉水中央 盛开着一道万年的酒瓣冰莲 殊不知 这冰莲正是徐扬打算 为白莲雪重塑肉身的核心凭借 而另一宝箱中的万年悬兵 则是配合深海蓝芯使用的 隐魂之物 林雪 等着我 要不了多久 你就能够重新回到我身边了 徐扬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眼神中 分明流露出一股令人动容的深情 这一幕看在林青叔眼中 属实让他心底生出一抹艳羡的情绪 他羡慕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子 早生自己万年 却永远住进了徐扬的心中 青叔啊 老左 徐扬突然唤了他一声 强行将林青叔从迷茫的状态中惊醒 替我照看好这两个箱子 谁敢煽动 杀无赦 我先去三皇子那边 自立 话音落地的那一刻 徐扬已是同来时冲天而起 进入金龙年 消失在云天尽头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 徐扬连黄天都没带 一并留在了宗门当中 自己一个人去见三皇子 两人会面的地方 是大夏皇朝边界的 秦龙崖之巅 站在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大夏疆土北向的尽头 也只有这地方 能衬托出三皇子 卓尔不群的王者气度 在徐扬的角度看 三皇子是大夏皇帝 诸多儿子当中 最有君之气度的人 抛开他的城府手腕不说 这个人天生就是能做帝王的人 殿下 徐扬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三皇子身后 这山崖之巅再无第三人 三皇子并未急着开口 而是这般肃穆地仰望天穷许久 悠悠地回过身来时 他对上徐扬的眼神 充满了期待 三天前 父皇下旨 叫我带兵北进 征战北蛮镇北王雄锐部 彻底扫清北境编幻 仅仅是这一句话 徐扬便清楚了三皇子的处境 北部 一向都是大夏皇朝最大的威胁 也是土地最贫瘠 战斗最强的外族势力所在 要三皇子去打 自然有倚仗他能力的因素在 可以恰恰因为这点 三皇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死局 此战若胜 君延大悦 一个北境王爵的帽子 扣在三皇子头上 也能轻易让他就此远离权力核心 若败了 后果自不必多说 只会比这更加悲催 而这便是三皇子求助徐扬的根本目的 还请阁下为我指点破局之道 殿下若想寻求破局之道 我没有办法 三皇子一愣 他知道 若这整个大旗还能有一个人能帮助自己 非面前的徐扬莫属 我虽不清楚谁是不局者 但这根本就是一招死局 三皇子殿下身在局中 如何破得了 只言片语间 徐扬便点醒了迷茫中的三皇子 阁下的意思是 叫我逃出这个局 可我身为皇子居命难违 如何逃得 徐扬轻笑 仗肯定是要打的 得胜凯旋 更会成为殿下功劳布上浓重的一笔 要知道 拥有军功的皇子 无疑将是罪得军心的候选者 在我看来 一名合格的继承人 要能镇军心 欲能臣 护万民 因此这一仗 与朝堂会为死局 与大下 反倒是殿下龙顶加身的戾气 三皇子文言 扬天大笑起来 妙 实在是妙 阁下一语惊醒梦中人 是我格局狭矮了 徐扬摇头 据我所知 三殿下出身微寒 生母不曾于宫中得宠 于皇后亲子五皇子 和圣宠贵妃十月怀胎 诞下的八皇子梅的比 你经历的更多 付出的也更多 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 才走到今天 有些时候执念太深 本身就会成为一道枷锁 学会放下 才会拥有更大的收获 这一番话 三皇子活了这些年 还是第一次听到 但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如此 我便先胜了这一战再说 徐扬含笑点头 北京的修炼势力 底蕴深厚不容小觑 不知殿下打算何时出兵 七日之内 三十万大军 禀出北方 那好 我便在七日之内 尽扫北方各大修炼宗派 为殿下铺路 权当还了你这个人情 至于后续的你如何取舍 就要看你有没有做皇帝的命了 徐某不便干涉 三皇子不作废话 转过身来 深深地看了徐扬一眼 毕恭毕敬地 对着他躬身失礼 阁下的恩 永生不忘 光影一闪之间 徐扬仍已是消失在了三皇子面前 但他此行并未第一时间回到天兰宗 而是直奔北方万里江山而去 北方大小宗门 数百余股势力 其中有三分之二保持中立姿态 三分之一亲近蛮族王室 也势必会参与到 对抗大夏皇朝军队的战斗之中 这三十多个修炼宗门 便是徐扬将要抹除的核心目标 星夜 北方第三大宗 孤月堂主峰之巅 月下白衣身影当空而立 如清风中的一道折仙 面色平静地眺望着山头 实习之后 孤月堂一脉 陨落 一声浩荡无匹的长银席卷而下 堂口主峰之巅 数百道京丹境界以上的修道强者 数不清的叫众 纷纷出现在山之巅 眺望着星月当中的孤傲身影 来者何人呢 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观云剑 徐扬以星云之力掩面 凡俗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庞 只能感受到他傲力星云之巅 散发出的君临天下的气场 隐藏身份 也是不为给三皇子带来任何压力 更不想因为自己的举动 让天兰宗背什么黑锅 此时的徐扬仅仅是一个剑客 平心直见 无问英国 关云剑 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他到底是谁啊 嘿 敢这么张狂 又以一人之力图灭我宗门 可笑 各种各样的言辞自主风荡开 然而徐扬心中实习的倒计时 始终没有停止节奏 当他再次睁开 昊月般明亮的双眸 一声剑银 自月下荡开 数不清的剑锋 凌空斩下 随着徐扬的心念 毫无预兆地闪动起来 无数道以丈量度的剑王 无中生有 飞向孤月堂主风 嘿 不好 快敞开 孤月堂堂主 司徒孤月 第一时间做出反馈 呼唤手下人躲避 然而面对如此锋芒毕露的剑阵 倾泻而下 绝大多数人 还是丧失了反抗的本能 恐怖的剑鸣持续爆发 每一道剑光砸下的同时 都意味着一阵狂暴的剑刃风暴 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皆是图绝殒命的杀法节奏 不好 妈的 这家伙到底是谁 根本不是我们能抗衡的 阁下何妨神圣 为何要杀我们孤月堂 没有任何回应 月光下 只有那个执风月 而引动万千剑芒的 折仙的存在 肆意挥舞着天道的力量 制裁着这些可悲的蝼蚁 天知道 以杀 只杀 今日的杀戮 将会换来七日之后 更畅快淋漓的 沙场角逐 徐阳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大夏皇朝铺开一条 通往北境的血路 这时他为换取天蓝宗永恒的代价 一个承诺 万人枯骨 最后一个动作 徐阳双指当空 月轮之间一道璀璨的碧蓝色 巨大剑芒轰出 一剑出 孤月成商 那高耸的风链之巅 被硬生生地削得坍塌下去 整个孤月堂一脉 就在今夜之后 变成一座坟墓 夜 清风微凉 便是空气当中 都充斥着一股 说不出的经济 徐阳离去 却也将 独属于观云之名 一夜之间 传遍了整个 北荒战场 紧接着 后续六个夜晚 足足三十多宗门传承 无一例外 全都没有逃脱 被制裁的命运 所有人都在流传一个名字 观云剑圣 一个总是在月下 仗剑起舞的男人 代表着整个 北荒修炼界梦魇的男人 昔日之后 当一身黄金战甲 背后三十万大军 集结的三皇子 得到北荒修炼界 各脉颠覆的文书后 终于露出了 那一抹释然的微笑 阁下 你终于对下了承诺 他您若继承大厦 总粉身碎骨 也当庇护天蓝宗 万古千秋 出声 号叫声冲天而起 黄昏的日光 让三十万金甲 冉冉生辉 这一刻 三皇子心中 充满了高昂的战意 同样 他心中也永远 铭刻下了徐阳的名字 你说什么 遥远的北荒剑银山巅 大陆十大圣地之一的 天剑圣地总部 负责掌势的长老席 手作剑狂无师 面色骤然冰冷到了极脸 二十万光 丘袖 一堆